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方方老师,好久不见 那么我们话不多说,先讲一下我们今天的主题 今天的主题是我们常见的一些人际的关系和称呼 故事的主角是小红和小明 我们先来画一下他们两个人 那么大家看,这个呢就是小红和小明 那么他们两个呢,怎么样,结婚了 结婚了之后呢,又生了孩子 生了一个男孩叫三角 生了一个女孩叫花花,我们先把他们画出来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呢是花花,这个是三角 接下去呢,我们再画一下小红和小明 他们自己各自的父母,好不好 那我们现在画好了 这个呢,就是谁啊 这个是小红的父亲或者说是爸爸 这个呢,就是小红的母亲或者说是妈妈 那么同样的道理 这个呢,这个人呢,像水滴一样的 就是小明的父亲 这个呢,就是小明的母亲 小明的妈妈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呢,我还画出了一些多余的位置 那么他们是留给谁的呀 他们就是留给小红的父母生的另一个孩子 也就是说小红和小明的兄弟姐妹 那么我们先分别把他们的兄弟姐妹画出来 那么大家看,这里就画好了 这个呢,是小红的姐姐 这个是小红的姐姐 这个呢,是小明的弟弟和小明的妹妹 小明的弟弟和小明的妹妹 那么小红和小明的兄弟姐妹 又分别生了自己的孩子 所以呢,我们现在再来画一下 他们各自生的孩子 那么现在就是一个最完整的图表了 这个呢,是小红的姐姐 生的一个男孩 这个呢,是小明的弟弟 生的一个女孩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女孩子吗 她还戴着 她还戴着什么 戴着眼镜,对不对 那么我们现在就来讲一下 一整个的关系 故事的主角呢,还是一样 是这两个人 是这两个人 我们从这两个人开始讲起 这个是小红的姐姐 这个是小明的弟弟 这个是小明的妹妹 那么这一层介绍完了 我们来讲一下上面这一层 上面这一层,这两个人是谁呀 这两个人是小红的爸爸和小红的妈妈 然后呢,这两个是大家说 我不说好不好 这两个是小明的爸爸和小明的妈妈 对了,很棒 那么我们再看到下面这一层 下面这一层是什么 这个是小红的姐姐的孩子 是个男孩,所以是儿子,对不对 那么这两个呢 花花和三角 他们是小红和小明生的孩子 这个呢,是小明的弟弟生的孩子 一个女孩戴着眼镜 那么对于他们两个来讲 这些关系就已经捋清了 我们再讲一下 下面这一排人 这一群年轻的小孩 是怎么称呼这些长辈的呢 花花和他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或者说是三角和他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花花叫这个男孩叫表哥 表哥 大家注意哈 妈妈这边的兄弟姐妹称为表 比如说妈妈这边就是表哥 表弟表姐表妹 但是爸爸那边的呢 就叫做堂哥 堂弟 堂姐 堂妹 知道了吗 那么我们接着往下讲 这个人呢 就是 是花花的表哥 也是 三角的表哥 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个人 这个我刚刚已经讲了 爸爸那边的兄弟姐妹叫什么 叫做堂 对不对 堂哥 堂弟 堂姐 堂妹 那么这个人就是三角的那么这个人就是三角的堂妹 是不是 因为这个是这个人比他比他爸爸小 所以是弟弟 那么这个就是妹妹 是不是 堂弟 堂妹 堂哥 堂姐 这个人就是他的堂妹 这个人呢 花花叫他叫什么 叫他的 叫堂妹 是不是 那么 这个人怎么称呼三角和花花呢 他 他叫三角叫什么 叫堂哥 叫这个人呢 叫堂姐 是不是 所以非常简单 那么这一层的称呼完了 我们来学习一下 这个年轻人是怎么称呼这些年长一点点的长辈呢 大家看好 这个小男孩 叫 小红叫什么 小男孩叫小红 叫 姨 或者我们说是大姨 就叫做姨 那么 这个小女孩 她叫 小明叫什么 叫什么 叫 叫 伯伯 或者是叫 叔叔 不同地方的称呼 是不一样的 有的地方叫伯伯 有的地方叫 叔叔 那这个人就是他的什么 这个小女孩 这个小女孩叫 这个女生叫 姑姑 叫姑姑 那么花花呢 花花怎么称呼这个人 大家应该知道了吧 花花称呼这个人为 姨 姨 那么他们两个又怎么称呼这个人呢 是叫做伯伯 或者是叔叔 对不对 我刚刚讲过了 那么 他们两个叫这个人叫什么 也叫做姑姑 对不对 那么好 这一层的我们也捋完了 我们来讲一下 这上面这一层叫什么 他们 叫上面这一层人叫什么呢 这两个人 他们是哪一边的 他们是妈妈这一边的 对不对 妈妈这一边的长辈 我们叫什么 叫他们叫外婆和外公 但是如果是爸爸那一边的 就这两个小孩 那他们叫 他叫什么 叫爷爷和奶奶 所以我们总结出一个规律 叫 妈妈这边的长辈 叫做外婆和外公 叫爸爸那一边的 叫做爷爷和奶奶 那么我们今天的故事 就讲到这里 下期再见 拜拜 多谢 你带我来 你带我来 对吗 你带我来